大家在想開埠 你會去想是不是很殖民主義的東西 是不是很帝國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作為香港一個不再是 理論上不再是英國殖民地的地方 為什麼我們還要慶祝開埠日 甚至要叫它做香港日 其實我們去看香港開埠的歷史 我們有兩個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記得這一天 第一就是香港開埠 故自然是說這個商貿原因 但是這個商貿原因 背後其實就是打通了 這個東南亞和東亞之間的一個連接 而香港就是中間那個連接點 而也是因為建立了香港這個地方 將一些現代的知識 包括可能是宗教 包括一些科學 甚至地理天文的知識 由香港傳到去東亞其他國家 包括我們今天經常提到的中日和香港國家 那麼我們再下去 香港作為商貿 還聯繫了什麼地方呢 那麼其實我們說在香港對落的澳洲 甚至我們再西一點的馬來西亞 以前和香港是一個黃金三角的一個貿易關係 也都有很多文化的交流 那麼其實香港的定位 正正就是不同世界之間的連接位 這個就是香港開發的第一個最重要的意義 而第二個意義是什麼呢 如果你的祖先是水上人 或者你有認識到任何的朋友 他的祖先是水上人的話 你可能都會聽過一個故事 就是其實水上人在這個英清戰爭 或者中國會叫做鴉片戰爭的時候 這些水上人 香港的原住民是幫英國去打仗的 那這些原住民去幫英國的時候 換取到什麼呢 就是換取到當時開香港的議律著士去承諾 會被這些水上人脫離自民的身份 去解放這些被傳統中華社會去壓迫的一些原住民 那麼他們具體的故事 你也可以上我們的網站那裡看 但是其實我們正正可以看得到 就是水上人這件事情 你就會看到究竟 為什麼我們要怎麼開發 一天不是一個殖民主義的顯現 他雖然某程度上是為一個建立 一個商貿的據點而出現 但是同時在另一個角度 都是代表一個解剖 一個自由 一個屬於香港人的殖民 我們這次搞這個展覽圖 過去八年都是同樣地有一個目標 就是想宣揚香港人應該用一個香港本位的思考 去講回香港的歷史 香港的文化 香港的故事 我們不應該再跟回 香港從來都是一個文化混血兒 我們不是中西混合 我們是月和英混合 我們是月和英 這個不要搞錯是中和西 因為我們講自己的歷史 自己的文化 不應該再受到過去戰後流行的中華文化去 去牽制著我們的思考 去捆綁我們 我們應該敢於為自己 這1881年去遊合去誕生的 香港混合文化而自豪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幫教授 好 Ок 感谢观看